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你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既然我们这么吃同道合 那我就开一瓶新的红酒 不是啊 我会动 停 消失 夏东 第二排 左手对舞品 黄色酒镖 这瓶太贵了 我觉得这瓶酒很合适 你对这瓶酒感兴趣啊 酒标很可爱 普罗王孙邦乐 这应该就是皮尔放酒标的红酒 零二年的 这酒标就是冯军的应该没错的 别着急下结论 沐和怀德的红葡萄 看酒体已经快变成黑葡萄酒了 零二年的 是你收藏的 真是有缘 这瓶酒是我自己酒庄的酒 太好了 就是这个酒庄了 没错 零二十一之一入股以后就转给了冯军 你除了投资珠宝还投资酒庄 四年前我在邦德了收购了一家酒庄 尿普通 个酒 威目不大 但是品质不错 看来你需要的不是一个投资顾问 而是移民见酒师 既然这么有缘我就不放直说了 我最近又看好了一家酒庄 准备收购 我需要一个专业的人打理 你在南方吗 有没有很详细的资料 别这么着急 这个地方不是说话的地方 虽然私密性不错 但是谁知道哪里有摄像头 隔壁又是些什么人 如果你感兴趣 就来找我 之前接吻 还有 这幅画送你了 你不会真的要去吧 小冬 小冬 接 接 接 你怎么上来了 公共场合我怎么不能来了 在树仁田会会我也走了 我提醒你啊 不要妨碍我的计划 你的计划太危险了 我必须要阻止你 如果你觉得我权限不够 现在就给苏珍打电话 你看她同不同意你怎么做 苏珍也管不了这个 你就不觉得这个女人 警惕性太高了吗 先用一副油画 暗示你她是有夫之妇 测试了你的居心和胆量之后 就用这什么国外的红酒生意 把你套牢 最后再用自己的身体 让你缴械投降啊 这么隐秘的会所 她居然说不安全 哪儿安全 她的房间安全 她的房间就没有摄像机 没有摄像头了 你这么送上门去 你查不查得到东西还另说 你小心把自己搭进去 什么小辫子抓在手里面 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就因为她是一个 心思缜密的人 所以我才必须得去 而且是一个人去 你那么多奔发 你不用为什么偏向胡珍琴 就因为她是一只 蜂色的猛狼虎 不是 你有更好的办法吗 你有比我亲自去拿下 田惠惠更好的办法吗 我可是你被拿下吧 你说话能不能专业一点 你给我站着 说呀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酒精过敏 你 好了 别喝了 来 为什么要喝酒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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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去 真的别去 太坏了 小口 老大 慢过去 老大 你眼睛这是怎么了 就是酒精过敏 她个人体制的问题 来来来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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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老大 天啊 赶紧开车吧 赶紧开车啊 送她回家 她家在哪儿啊 我 我把地址发你 你干吗 不能去 真的不能去 天后危险 很危险 先到晚了 到晚了 对啊 老大 我就能让你说得对 这 这天会真挺危险的 在我酒店这事 暂时前从来都没 行李 为何最合适的背影 留在我的眼睛 多少暗庸的心情 弄缩时间的记忆 我的心是一块玻璃 妈 我听说家父亲的超市在当着 就烧耗尚的毒 你去看一下吧 你怎么啊 你怎么现在搞优优独播 你怎么办啊 我怎么办啊 你怎么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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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情绪 启动我情绪 你说梦里 我的世界就下雨 如果能够在你眼中 找到一丝平均 所有暗用的委屈 就等我说给你听 我的心是一块玻璃 很坚硬却对你聪明 交出我所有的相信 只要你也和我一样决定 想靠近厘米的距离 摸不到你深邃表情 烦起无忌的光临 模糊的你 有时很远有时尽 走开了 盗雀 烦 нужен 你 我想 喂 我 esc 到깃你 这个 柠檬 我是 要 好 你没事吧 不是 你磕哪儿了 膝盖 来 姐 膝盖磕着了吗 我听你不听你 我听你不听你 林大姐姐你跟我去吧 可好吃啊 我真的不去了 我这实在是走不开 去吧 就一小小魂 好 你就放过我吧 好不好 孙莫 还没吃饭吧 我请你啊 这是我 江山 CI 遇见你 一个男生 江山 不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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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去她那儿登面取笑 我再也一定是个年轻貌美的女士 房间冷气不足 把外套脱了吧 我把外套脱了 我拿起来 我自己写的 我现在的单位 我对你带来 我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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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听着小姐刚才在餐厅说 法国的酒装需要一个新的体验人 对 之前的人因为某些原因 被辞退了 能够得到你的信任是我的荣幸 不过在此之前 我能先看看酒装的相关文件吗 好 现在就当着我的面看 我听说最近有一些流言蜚语 影响到了你的状态 那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那他们说了很多 你指的是哪一部分 我的考评结果是优秀 实习期就竞争为夏冬的助理 这都是假的吧 就因为你跟我爸的关系比较特殊 你自己觉得呢 我以前听过我爸在公司的一些绯闻 但是我不知道那个人是什么 我问的是 你自己觉得你的工作状态怎么样 你应该得到什么样的考评结果 夏冬说我有天分 我觉得他说的不会错 那你还担心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想我跟简岩比起来 我们俩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可能我真的是相当平庸 也可能确实是破格近伤了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只能说明你还不够努力 如果你真的拼尽全力的话 无论结果如何 你都会相信 努力终会有回报 哪怕是一点小小的惊喜 你都相信是你应得的 而不会忐忑不安 因为我不自信 因为我不自信 所以我会在意别人的目光 那苏珊你在意别人的目光吗 当然 但是 我只喜欢别人对我崇敬的眼光 我一旦发现别人对我不善的话 我就会想办法 让它在我面前消失 你也需要一副眼镜 CBD的绿化不太好 要好好保护自己的眼睛 我有事 先走了 是 天哪 你的这个文件有问题啊 很多 关于账目的条款 有明显的漏洞 看得出来 有人在利用你的资金洗钱 如果说 你有专人替你搭理这笔财物的话 那我觉得你可能被人糊弄了 我知道 你知道 所谓危险就是各种高风险的组合 只要各个击破将风险降到最低 那危险也就不复存在了 我看中你的 就是你降低风险的能力 你是希望 由我来管理这些账目 你怎么看 那得看我能拿到多少好处 直接 爽快 我喜欢 所有将由你运作的资金 你可以从中间拿一场 我要三成 不可能 就没有这样的规矩 我无超所知 一成五 我能给到的最高价格 如果你做不了这个决定 你可以令我建一下你的合伙人 给我一个机会自建 证明我的价值 两成 没有余地 那我只能告辞了 真是可惜了这瓶酒 本以为 能给你把它喝光 还有机会 好 竟然不上套了 好 喂 我听说 昨天的例会很成功啊 还行吧 希望马修他们不会介意 能够压过马修一头 你不觉得非常痛快吗 痛快的代价永远是痛苦 我现在都能想象 马修已经到乔斯那边去告状了 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他永远抬不起头来 这次非常感谢你 分散了马修他们的注意力 让我之前能够集中精力 处理这件事 所以你根本就没有生病 你又在密谋什么呢 罗纳尔多你还记得吗 克里斯汀 阿德文 李汉罗纳尔多 杰森的老部下 诸外期间卷进了当地的政变 收了反对派的钱 被当地政府给盯上 这种事情 在不稳定地区经常发生 大家都是同事 没有必要幸灾乐祸吧 但是乔斯非常生气 要求从严从重从快 如果是乔斯决定的事情 应该很难有人改变 趁着这个机会 对我们要把马修和宇村 给彻底端了 杰森的左膀右臂就都被砍了 所以现在是时候由上海欧迅出面 曝光马修和宇村的那些黑合同 我不同意 夏冬好不容易九死一生 从东京不逃回来 宇村早就已经盯上我们了 这件事情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针对马修的禁止调查 是夏冬独立完成的 所以马修和宇村之间的勾连 夏冬最了解 他是最好的人选 你想让我跟杰森两败俱伤 我更不会同意了 你应该明白 马修一直力主夏冬到东京去就职 与其到时候受制于人 不如我们主动出击 苏珊 罗娜尔多的事情 一定要从重从快 否则机会势不再来啊 我这边还有事情 让我想一下 你要尽快啊 你要尽快啊 苏总 小剑 把夏冬叫过来 夏冬的艇 你今天都不在公司 我知道了 老大 这田卉卉约你去酒店 果然是个圈套啊 试探你呢 这田卉卉相当能缠 虽然她跟冯军之间 只有四年的感情 但好像信任值相当高 卉卉被延安姐说中了 俩人是真爱 是不是真爱我不知道 不过 如果我们和她之间 不能建立起同样的 甚至是更加牢固的联结 是根本不可能 打破他们原有的关系的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换死路了 晚上请你看剧 有空吗 小爷 你回来了 我没看到你回过 阿姨 我要走了 我不回来吃饭了 啥时候回来的呀 老板 你这过去 老板 你这过去 老板 走走走走 这东西最好吃是真的 绝对是真的 我是抢信用的 下次你找我 我给你打折吧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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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我们先走了 我!(� 朋友 刚才那个人问你 刚才那个人问你拿了些什么东西 啥什么不是 误会要狗 好吧 我都给你瘋了 那我瘋了什么 你可能误会了 你看我也不像警察啊 我跟那个人是同行 你只要按原样给我弄一份就好了呀 好吧 董啊 请问对手 对啊 听小可说警督失败了 怎么失败的 头疼不疼 给你倒杯水喝 不是 你快点跟我说说 这酒店发生什么事了 简而言之呢 让你给说中了 你看 我说什么来着 田晖晖不信任我 她信任的是冯军 但是下午那种情况 我必须要去到她的房间 要不然一切就前攻进戒了 但我得谢谢你的提醒 我进门的时候换了另外一部手机 她们果然检查了我的外套 还有手机 当然了 什么都没有查到 她们为什么会检查你的外套 你外套没穿身上啊 我猜到她们要检查我的外套 所以我肯定是故意把外套 脱下来放在一边 让她们尽情检查 这不是重点吗 那后来呢 她就这么放你走了 我没有露出破绽 也没有答应她 帮她去打理酒庄生意的条件 我说 我让她可以跟冯军在商业商业 田卉卉跟冯军 在上海几乎不见面 见面又怎样 我需要的是更加缺失的证据 所以说嘛 还值得让冯军自己露出马脚 我会逼冯军先生的 冯冯冯先生的 我们要带上我 我们要带上我 我来带上我 我们要带上我 我去银行 我去银行 你出去银行 我去银行 前面 别让他发现 行吧 事说完了 明天公司见 小卡 喂 什么情况 那你尽量跟住他 保持一定距离啊 别跟得太近 喂 谁啊 小卡说他在音乐沙龙里 碰到了冯君 他为什么要去音乐沙龙 等会儿 根据冯君的策写 他是古典音乐爱好者 喜欢小众情调 那他去音乐沙龙这个很正常 但是音乐沙龙很难跟啊 小卡都跟得住吗 他说没问题应该没问题吧 嗯 怎么每次上你这儿来 怎么能碰到菊威啊 不是 谁上我们家来敲门 这是我能左右得了的吗 这 今天菊威打扮得特别好看 老大 我 我来的是不是 不是时候啊 还会不会工作 不是 我 我是来还钱的 你们是不是又有什么事情 能瞒着我 没有 老大借给我钱有问题吗 他借钱没问题 你还钱很可以 你钱 好好好 都给你了 现金 不会收集支付 我手机里没钱 我你老婆管的银 他要知道的 没了 行 你们聊吧 我先走了 好嘞 别闹走啊 注意安全 我挖到没料了 干什么干什么 这 小剑 我看 今天晚上苏总 是不是去听音乐会了啊 有点真诚 对对对 你把购标信息给我一下 我写明天晚上去 小卡 干吗呢 看着我 你这样目标更大 你不是在下冬组很长时间了吗 怎么这点事情都搞不定啊 我一直做点背景 这是都会刺的都会刺的 你确定这个就是田卉卉的 肯定得错了 一会儿会输也直为表达 我上面写的是刘莉 我都截屏了 行 关了吧 难怪他会花大价钱 请勿克斯查自己 要这黑料别人 要这黑料给别人看见了 谁敢娶他当老婆 你刚才跟我说 关海里印堂到了这些人 对 我是跟着他才找到门路的 老婆管得太艳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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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跟我过来吧 是 你不去听听他们在讲什么 我看他们这两天 解罗密鼓的 说不定已经有了什么进展 你那边到底怎么样 过来出去打 你帮我跟爸说一句 你帮我自己 这个视频网上资源早就没有了 田卉卉拿钱洗清自己的时候 已经给做掉了 但我有我的路子 咱们拿这个去捅田卉卉 我们让他干嘛他都得干嘛 行了 管了吧 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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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中了 我去送你 真是 好 你开中了吧 我去你 你聚集吧 小姐 你聚集吗 谢谢你 我们聚集吗 你聚集了吗 不好意思打扰了 我是动静三里面包的气球 请问可以在音乐会结束之后 对您进行一个采访吗 采访什么 我们的包子最近才做一个 关于古典音乐的专访 想采访一下 上海市民 对于古典小讯音乐会的 信赏习惯 你说他们在说什么 听不见 录着呢 录着呢 这样啊 行吧 那 非常感谢 不堪扰 我就在楼下等音乐会结束 等您下来 好 谢谢 雅阳 你那时候有什么进展吗 是关海凌有进展了 他怎么了 他拿到了田卉卉多年以前 演三级片的《黑灵士》 以你对他的了解 他接下来会怎么做呢 只有八九 他会去撂售田卉卉 千万不能让他那么干 他根本不了解田卉卉和冯军之间的关系 我跟他们两个交过手 就关海凌这样简单粗暴的方式 在他们面前根本不是对手 反而会打擦惊蛇 这样那样 你以为林氏可就跟着倒霉了 这家伙真是诚实不足白事有益 想办法搞定他吧 好 好 那行 那我们走吧 一起吗 对 来 请 他们走了 咱 咱是不是就结束了 我送你回家吧 今天早受控不了 为什么呀 不知道吗 简安跟夏冬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弱点 都是太自信 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危险当中 我们得跟着他 跟踪啊 这 这我来不了啊 有我在呢 快点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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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总 那我上去看看 小心点啊 好 好 黄先生 你好 你好 苏先生 这是你安排的吗 我们只是做个的采访 不是特意为你安排的 本来今晚我就包场 来 您介意吗 你是专业的记者 我愿意配合你 谢谢 书长 据我所知 现在很多人都会比较喜欢 搭行的古典音乐会 而上海的观众 是不是对小兴的演奏会 会比较不感兴趣 是啊 很多顶级的艺术家 都会不定期地举办 这样的小兴演出 就我个人而言呢 我挺喜欢这样的演出形式的 感觉和音乐有一种 私密对话的一样 但至于其他观众怎么想 我不做评论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 今天晚上的演出呢 因为有一首巴赫的曲子